Hello大家好 我是小秋 早上和阿萍在这里做完粽子 然后粽子就挂在这里 现在凉了 凉了我又过来打包了 好了 开始接着要毛起来咯 待会打包完了我就回去了 要每一个要剪一下 它线不用那么长 而且这个粽子的角 三四个角 这里就比较尖一点点 也要稍微剪 对 不然会刺破那个真空袋 抽真空了 这包就放五个 做小的真空机要慢一点点 但是大的那种真空机 抽不了这个粽子 抽好真空就是这样子的 挺好看 挺大气的 两包都很重了 粽子我们做的比较大一些哦 所以两包就显得很多 很大一箱 因为我们的泡沫箱 还有加冰袋吧 加冰袋一起寄出 半斤 走了过来 每次我家伯一说吃饭 他就会上去叫我们吃饭 或者叫飙哥 现在他回来了 我婆婆说不习惯了 来了 跟婆婆视频了 打电话给他 好吧 看他有没有忙完 你看半斤做的好好的 还没接电话 接了吗 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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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看到没有 哪里都忘了 哪里都看 哪里都看 问婆婆有没有吃饭 看不到 看不到的 他只听到声音 看不到的 他不会看的 对啊 不会看的 这就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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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有一个狗头 这就有狗头 对 挪过来一点 挪过来这里 这里这里 嗯 这就看到了 妈妈和阿姨过来打包 这叫阿龙子播 我当多一点 我过来吃饭了 跟小颜 还有阿龙他们 在那里 在那里 在外面是吗 哦 外面有一个大冬瓜 外面挖的 没看到 这个是已经挖好的 这个是可以吃的 有个笑面的哦 冬瓜冬火锅 火锅来着 要先盛这个 嗯 又跟小颜见面了 太辛苦 太薄了 我们吃完配菜了 现在准备把这个冬瓜挖着吃 这还蛮有色彩的 我还可以有不错 挺多人的 贵州江北 我还可以吃 挺软的 挺软的 还不错 这里 哦 就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你也可以抬起来 我们吃饱了 现在回去 这里还蛮多人的 刚刚这里好热闹 不过都散了 我们吃了 两个多钟 在这里聊天 你看阿龙跟小颜多好 大肩 嗯 等小孩子上学了 我还可以过来找你们 你们又不走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秋 现在我和彪哥 去老房子那里了 去整理一下老房子的卫生 然后去收拾一下 我们那天中秋节 那天挂的灯笼 收在房间里面了 但是还没有一个个叠起来 你要去做事是吧 嗯 好的 那你送我过去 去搞卫生吧 就那两天 出汗出的太厉害了 太热了吼 随便出来都一身汗了 一身的来来的 对得要时间种种 这个土豆 这个土豆也是好几热情的 蹦蹦翘翘的 活泼可爱的土豆 先整理一下这里的客厅 我家婆弄了好多蒜头 在这里有多 我家婆弄了好多蒜头 这冬瓜越来越大个了 大了这个棚还是挺实用的 种这个冬瓜 你看带了好多个了 我叫婆 彪哥在努力干活 把把这些草啊杂草啊 这些都砍掉了 不然太密集了 这草太有蛇 你又藏了什么东西吗 这里面 哇这个就是我家婆钓的鱼哦 刚刚去鱼塘钓的 钓回来才喂鸡的 他的兴趣就是钓鱼了 钓了好多 有大有小 看来收获不错 我家婆 把里面的这个铁这样取出来 然后把它合起来就等我们就可以了 这样明年继续使用 捡好就放这里吧 这边是这个空气炸锅 还有那个烤枪啊 给还有那个打火锅的 到时候冬天的时候他们有空 就可以过来这边 嗯 又一起聚会了 彪哥做完事在这里跟土豆玩了 土豆站上去了 半斤没在这里 土豆会不会无聊啊 你看他不不无聊啊 我都跟半斤玩了 也不无聊啊 是吧 土豆 哇这粉色的蔷薇好漂亮哦 粉粉嫩嫩的 拔好就差不多收工了 卫生给搞好了 我 到时候你再拔一下草 把这里的叶子要清理一下了